大家好,2021年的7月29号,我继续,继续,东京奥运会2 我还是那句话,我身为运动员,我没有参加过国家级的大型比赛 亚洲的没有,奥运会更没有,但是我运动员 我相对来说这个领域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里头,我可以大声的去说 而且我为我说话,所有的话都负责 只要是谈论体育的事,基本上就信我,信我就对了 就这么简单,咱们继续 第一个,今天2,第一个呢,是这个 我操 我操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骂,首先身为运动员发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希望注意这个运动员的言行 不要把国马带到奥运会当中,虽然我理解他 但我希望他稍微注意点,我祝福这个姑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祝福他夺冠,可能已经夺冠了啊 OK,完了,但是这个我操我操 哎呀,姑娘什么意思是很饥渴了吗 行了,这个倒不是大事啊 很多人让我东哥评价一下这个 其实我没有什么评价的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在这种世界性的舞台上少点这种国骂的词 完了,对咱们的整个的形象提升更有好处 当然了,东哥不会去批评他,去骂他,因为他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谁不是啊,都他妈是 所以他操操,因为东哥经常操 所以东哥也没什么太多说的 只是说在特殊的场合,奥运会上 希望呢,他稍微的要注意一些 完了之后,维护一下咱们的形象 好了,下面今天说重点了 这个视频啊,让我他妈的 首先这个,首先这个,这个男的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男的 等按下来啊,大家看一下 这个男的抖音还挺火 但我原来骂过他 我今天还要骂他 当然不是骂他了 就他的一些问题呢 我跟他有不同的见解 我不太喜欢这男的 这他妈的颜色还没变啊 对,就这么看就行了 我不太喜欢这男的 因为鸭说的话太违心了 我觉得鸭是男的,他有后台团队 就这男的,就这男的,大家看一下 就这男的 大家看仔细了吧 抖音号,待会自己查吧 我看能不能查出来 就这男的啊,大家自己看 OK 他呢,说了一些 我觉得是有伤,有伤,中日有疑的 和对日本不正确的看法的事 我今天呢,跟大家呢 咱们分享出来 大家当有大家自己的看法 好吧 开始吧 咱们中国女排输球了 别说我拉不住史赖毛房 兜冠排球训练馆没空调 东京三十多度 咱们郎平指导直接说了 对 东京三十多度 我先说一下 这个体育馆的事 我也了解了一下 不是没有空调 只是相对来说 空调的冷度没那么凉 为什么呀 花钱太多 人家是纳税人办奥运会 政府办奥运会 拿奥运会拿纳税人的钱 人家有点省 实话 是第一 但是人家也重分了 不是他妈光中国女排 包括日本女排 包括其他国家女排 都是这个温度链的 首先这个 我先驳斥一下 这男的也说了 别拉不出史赖 赖毛坑 中国女排输了 输了 是他自身原因 而不是 所谓他所说的 女排什么场馆 这些客观原因 不是 所以第一个话 我就驳斥这个男的 人出汗太多 地板全湿的 怕队员摔倒 受伤 不敢做大动作 这不是扯淡吗 你这么玩命 训练就这几个小时 就能拿世界冠军了 对吗 不可能啊 你肯定是在国内 玩命的练啊 对吗 所以真的是地板湿了 那你就不用先跳了 为什么呀 你在国内练了那么多年 为了这奥运会准备 难道你少练一个小时 你就失去了世界冠军了吗 这不是扯淡吗 所以这就什么 真的是拉不出屎来 赖麦扣 这男的确实是傻逼 对不起 我也忍不住了 还得骂 继续 知道你亏钱 知道你扣 但也不能扣 你个傻逼 这就一傻逼 什么叫知道你扣 人家是拿拿出去人的钱 人家每一分都 他妈要预算好了 你个傻逼 你以为你 运动员的床竟然是 看拿 执板 可是我们有位三百多斤胖姑娘 停 三百多斤胖姑娘 我告诉大家 我再说一遍 日本的这执板床 日本执板床 它的目的就是 环保 省钱 没毛病 为什么 运动员穿完睡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拆了 就可以拆了 当废品卖了 可以再利用 不像某朝 奥运会几宝完了 所有厂版都管在那 我操他妈 什么用都没有 都慌了 花了那么多钱 我徐晓东亲眼所见 知道吗 我不能提谁的名字 我也不能提哪个管的名字 我亲眼所见 十七个亿没了 我操你妈 你个傻逼 他妈谁的钱 再说了 这中国姑娘三百多斤 我再说一遍 日本那个床 是能乘二百公斤 换算是四百斤 是完全可以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日本官方说了 如果成的姑娘 你有一件 你有一亿 一定可以拿其他的床来补 所以这个男的傻逼 第二次说谎 这样的代客之道 咱们中国人做不出来 您家来客人 您睡西梦寺 让客人睡在纸盒上 客人怎么想 厕所1.5平米 比飞机上厕所都小 转身有困难 真不知道那些大块头的运动员 怎么洗澡 怎么方便的 我跟大家说一家 1.5平米洗澡和上座座 都在1.5平米那里坐 这纯属胡说八道 我去日本旅游过 我住过最普通的旅店 非常的小 但是洗澡和去洗手间 没有任何问题 大块头的运动员 人家日本的官方组委会也说了 有特殊身材的特殊照顾 有更大的来准备 所以这男的到现在为止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 都是骗的 这是我得到的官方的报道 日本人啊是偏爱 但是平均身高啊 比中国人高 现在我再说一遍 这个男的又说错了 大家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查点权威网站 日本人的身高平均比中国人高 你个傻逼 没空调 没冰箱 没电视 没洗衣机 网络还差 网络是有的 没空调 没冰箱 没洗衣机 首先有中央空调 有中央空调 第二 人家国外洗衣机都在楼下一堆排在那 不是像咱们中国 每家屋里都有 知道吗 所以这男的 把这件事完全给搞混了 有空调 有洗衣机是集中的 不是每家都有的 国外基本上都这样 二逼 继续啊 福岛核污染的食材 可是外国记者发现 餐厅里至少用了十来种来自于福岛的食材 日本人出而反而 咱们生脸 你说下话呢 你说说 最可气的是 哪种食材是福岛的 他不告诉你 说奥运结束的时候再揭晓 那是关乎人命啊 你还玩起了王河游戏 首先这个人就是一个颠到黑白了 我再说怎么说啊 所有奥运会的食材都是需要国际奥委会官方认可 这个国际奥委会有中国 委员 美国委员 有英国 澳大利亚 西西兰 各个国家组成的 他们的食物是百分之百合格的 如果不合格 中国委员只要投否证票 这奥运会的食品就过不了关 大家明白吗 所以这个男的又在胡说八道 又在胡说八道 又在胡说八道 所以这个抖音 这个男的我看了一下 他的很多抖音的所说的视频都是割韭菜的 都是给大家洗脑的 完了煽动的 颠覆的 咱们不说颠覆了 就煽动的 把人给煽动仇日情绪的 就这男的 这男的很傻逼 对不起 我忍不住了 操你妈 还得慢 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的东西 拿出来招待客人 节省的是自己 而对待客人一定得大方 我第一次去日本 日本那招待方给我送礼物 包装精致极了 我赶忙把我精心准备的十大元帅的金币回礼给人家 结果我打开包装 小朋友说一下 大家看这男的了吗 仔细查一下这男的 我先说十大元帅 他说金币是吧 金币 他胡说八道 你们可以找鸭案子折去 把金币送给人家 十大元帅金币 听听 如果金头更相信是什么 是杜金 是杜金 或者包的金皮 而不是纯金的 这孙子呢 没说实话 或者没把话说明白 或者没把话说清楚 他有意的颠倒黑白 混淆事情 咱继续 这是我平时干的最对不起祖国的一件事 你傻逼吧 你干 你明知道日本人 你还给十大元帅 你是不是装逼吗 这文大 大家明白了吗 还对不起祖国 你算个逼吧 傻逼 懂了吗 他上来就送人十大元帅的金币 咋是吧 二逼吗 哎呦 方方便便 这就 红说八道了 日本人经常吃墨鱼 这样滑肉的东西啊 于是呢 他们就把西方人叉子的功能 用在筷子上了 你家部呢 就叉 而在我们中国 你回家吃饭 你要是敢把筷子 叉给米饭上 你看你妈不打死你 他说插 人家日本人也不会把筷子插在米饭上 人家尖 小 是因为人家桌菜 容易 尤其像鱼啊 比较细致的 往里掏东西的 这个两码事 人家日本人也不会把筷子插在碗上 所以他又在胡说八道 大家看见没有 又在胡说八道 我不是这男的为什么 这男的我告诉大家 不是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重职了 有某些某些组织给他钱 呀开始颠倒黑白的来抹黑日本 我还那句话 这傻逼是害国贼 在害中国人 为什么 七个月以后 是中国冬奥会 你这样说就没有朋友了 你个傻 牛逼 我再说一句 这傻逼啊 你这么牛 你让中国代表团别去呀 对吗 你这么恨日本 你别让中国代表团去呀 对吗 你在这儿 能不能耍什么嘚瑟呀 在你的平台上 买的一半都是买的粉丝 都是假粉丝 完了骗的粉丝 能让他的粉丝的人醒醒吧 承他抖音骂呀 这傻逼去吧 啊 继续 只有对死去的人 是鬼气的 我们中国呢 是一个对大无国的国 说抖音的事 说不说硬 国歌太好听了 是日本的国歌太难听了 日本的国歌难听也是国歌 我也觉得日本的国歌不怎么好听 但我说实话 你要真觉得好听 我也没觉得中国国歌挺好听 我更喜欢喜欢听法国的马赛进行局 包括意大利的 因为我喜欢意大利足球 怎么了 那因为这样的话 我就不爱国了吗 因为这样的话 我就不爱国了吗 这不是傻逼的概念吗 你爱听 你呀 天天听去 孙子 你不爱听吗 你呀 天天现场直播 你呀 听四百遍 五百遍 国歌去 我就爱听马赛进行曲 为什么好听 从旋律来说 我更喜欢马赛进行曲 比咱们的国家国歌好听 怎么了 我杀人了 我犯法了吗 傻逼 这个 哎呦 哎呦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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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我念一下 首先啊 他最后啊 他预测的什么都无所谓 我也希望中国 其实我希望希望无所谓 我打两件说无所谓 行了吧 我也别装假爱国爱国什么的 无所谓 跟我什么关系 给我钱吗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 他继续啊 他今天这个视频 大家看没有 百分之九十都是在 都是在丑化日本 都是在丑化日本 他本人跟日本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但他一定收了钱了 这个人不实在 说的很多傻逼的话 是他们的团队给他编的 也就是说他的行为 跟他们金灿荣是一样的 跟那傻逼金灿荣是一样的 这个北京人的傻逼 大家我告诉大家 他有最二逼的事什么 首先大家看他抖音号 708697616 708697616 抖音号 我为什么要骂呀 仔细看 大家仔细看 这回咱们中国东京奥运会上 能拿40倍金牌 这傻逼嘴是歪的 就当然王歪嘴 他那个名字 他嘴不歪 但是这傻逼嘴是歪的 你们没发现吗 你们可以看 这傻逼嘴是歪的 呀 说的话都是歪的 他的理论都是歪的 叫歪理邪说 他抖音号 还是最后真实的长相这草 哎呦 就是 抖音号我也念了 大家上去骂他吧 就完了 就这种傻逼啊 就是丑化中日关系 好了 我对日本呢 我马上要做一个日本片 我要正面的推一下 首先 这男的 有一些傻逼啊 说中国呀 骨子里就恨 日本这那的 我生下来 我不知道恨谁 我生下来就是一娃娃 没有爱和恨 是教育 把我教育成了 我该爱谁 该恨谁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历史的事不说了 为什么 我没经历 咱就说我经历的 我打小打的疫苗 都是日本的疫苗 感谢 为什么呀 没有那些疫苗 可能得更多的病 我可能就死了 不管你们打的防犬疫苗啊 还是什么 什么什么 豆水豆疫苗 什么都是人家日本的 感谢日本把高铁的技术 给了我们中国 感谢日本 把发动机的技术 不管是火车的 还是汽车的 感到给我们中国 包括网络上的各种技术 感谢日本 把真正的什么 索尼啊 尼康这些拍摄 无偿的很多 都捐给了中央电视台 我说是曾经 现在收费了 感谢日本每年 曾经从80 从80年开始 应该从79年了 对中国的大量的 无偿的援助 才能把中国建设起来 其实在这 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但是感谢 包括你们 现在所用的微信 支付宝 这些二维码 感谢吧 都是人家日本人 发明的 人家专利 无偿的用出来 感谢吧 要不然 你呀 那扫个码 你还得给人家 日本人交钱 继续吧 就是现在 我要说的是什么 中日包切邦交 正常化 已经很多年了 中日的友谊 要渊源的流程 我们过去 包括现在 我们憎恨的是什么 是憎恨的 日本的军国主义 以前要打死 现在也要打死 但是现在 日本的军国主义 只是占日本社会 主流社会的一点点 日本的主流社会 大部分的都是亲中的 大部分的 而且日本的 大部分的人 都是高素质的 我认识很多的 日本朋友 在日本的华人朋友 我几乎没有听见 一个在日的华人 骂日本 我几乎没有听到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姐 我们俩可能一两年 没说话了 但是我还是认为 她是我的好姐姐 因为在118年的时候 她给我发了很多的语言 她是日本一个警示厅的 一个中文的翻译官 她还是中国籍 她还是中国籍 她帮着去铺案 帮着去做很多 就是华人 什么黑帮社会 大什么的 她用她的很多真实经历 我们去聊 我听 都是真的 我非常相信她 但这些事 我会慢慢的去说出来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目前是素质 神世界最高的 没去过日本的才骂 你要去日本 你就知道 现在在日本 咱们有太多 要向日本学习的 包括这次奥运会 奥运会的开幕式 那是文化差异 奥运会之后 不管各种比赛 咱们输就输了 能不找这么多借口吗 如果真的是 因为日本选手 吹了球了 摸的按的输的 那么也就是国际奥委会 大部分都很多都中国的官 人直接把金牌给抹了就完了 当时抹了吗 没有 什么意思 这些追啊 按满的 是客观因素 不足以让他妈的 中国试掉金牌 那凭什么他妈让日本人不能得 中国女牌凭什么就不能输 人家这个空调 第一有空调 但没有那么凉 知道吗 第二 所有国家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练的 不是就针对中国 但是这个男的 这个傻逼男的 完全不说事实 都在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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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抖音 我再呼吁大家骂 他会删 之后大家要投诉 什么 他投诉他很多视频 与事实不符 比如日本奥运会 比如女牌的空调 比如等等等 你们要都要 刚才看我视频都要说出来 那么最后总结就是 这种视频 完全是什么 断章取义 那么妨碍中日 正常包卷化的发展 是破坏中国 日本人民的友谊 是阻挠奥运会的发展 以至于在七个月后 北京冬奥会会遭受更大 其他朋友的排挤 这种恶劣的事件 和恶劣的视频 我们要求封闭 下架 大家明白了吧 我这么说 我哪句话是卖过了 我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咱们国家 为了咱们人民好 对吗 这种杀逼要弄 杀逼要干 就是长得要擦我 别说我拉注尸来吗 都管排球训练完美 杀逼 大家看一下 他抖音号 708697616 投诉吧 还是 就是诋毁其他国家 抹黑其他国家 造成中日友谊 破坏中日友谊 破坏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他说报道的是 与事实不相符 懂了吗 很多说 日本人确实小气 抠门 给自己人都用好的 给外人都用差的 不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自己都用差的 给外国人都用好的 给非洲人都他妈 基本用好的 我们自己就他妈的 没钱上学 给他们都上学 你骂了个 逼你 他妈是人吗 你个傻逼 操你妈 我就不知道这男的叫什么名字 要知道 叫他告诉我 叫什么名字 我直接骂 我奥运会第三期 大家发我名字 查出来 我叫他直接骂一下 直接点击骂一下名字 你为什么不能过 向日本学习 对自己的国民好 对外国的就那么回事 行吗 咱们先把自己的国民 照顾好 行吗 人家日本政府 都他妈的 都是拍着国民的马屁 都他妈的服务国民 行吗 你个傻逼 你个奴才 操你妈的 你是想把全都 给非洲那帮逼吗 对他们 他们来干玩吗 上学吗 干你呀 媳妇你乐意吗 你个傻逼 操你妈 大家明白了吗 妈这男的吧 这男的不是好东西 记住了 广告时间 咱继续 感谢MAT 也感谢MAT 为河南三区捐款 东哥的 特例款 专属 冬天的冬 专属款 感谢 西线有害健康 西这个伤害少一点 还有青春山的酒 还有各种的酒 大家可以扫码 马上 推荐螃蟹了 也是MAT 什么都没都敢 感谢MAT 感谢MAT 也是这个品牌 也是这个品牌 这个老板 很真诚 明目就是比较柔 比较柔 而且最牛逼的是 压这个烟弹 是跟某国际品牌通用 听着打官司的 但是通用确实 省钱 西安有害健康 受这个伤害少一点 大家可以 截图 看不清的呀 您把图截下来 截完图之后 扫码就可以了 这是东哥的杂货铺 感谢啊 感谢大家支持 东哥杂货店 现在主推的呢 中国的酒 东哥的酒 还有这眼镜 眼镜确实底的 质量不错 尤其是那黄的 不是骚的镜子 大家骚码就能看见 那东哥特喜欢 那个骚镜子 这个眼镜 质量非常好 价格跟这个质量 一定是最具性价比的 东哥推荐 不骗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比米万岁